最近我一直在关注伊斯兰教在欧洲的未来,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世界各地发生了严重的分歧,特别是与中东发生的事情有关。 这些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之前的一些视频中预测到的。 我还曾说过,未来几年可能会有更多的恐怖主义活动,特别是在2024年。 这让人不禁思考,这一切何时会结束,我们何时能够克服这一切。 我认为我们还将经历一年的困难,2025年可能会对我们来说更好一些。 我之前说过,我在2025年看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,但我们仍然面临严重的问题。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,以色列周围可能会爆发一场战争,虽然我不确定如何称呼它,因为局势在不断发展,但它正在变成一场思想之战,在很多方面也是宗教思想之战。 即将以色列推入海中的思想,与以色列人将巴勒斯坦人赶入沙漠的思想。 这两种思想触发了一系列可怕的恐怖袭击,使我们都陷入了困惑之中,这是一场思想之战。 与此同时,我们似乎在全球范围内都看到了无休止的分歧,无论我们看哪里,都看到分歧。 英国政治左右两派之间存在分歧,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存在分歧,印度的印度教教徒之间存在分歧,全球范围内都存在分歧。 不幸的是,这些分歧也会在我们自己社会的某些领域得到体现。 我要明确表示,我不反对伊斯兰教,因为很多人可能因为街头抗议活动而对伊斯兰教产生强烈反感。 我还记得,澳大利亚发生了一些可怕的抗议活动,以色列大街上有以色列之星标志喷涂在犹太人店铺上,尽管这没有被媒体广泛报道。 但这也是发生在社会中的可怕分歧,欧洲和英国目前移民数量众多,有一个数据显示, 英国现在的穆斯林数量超过黎巴嫩全境的穆斯林数量,因为黎巴嫩曾经有很多基督徒,但他们已经被赶出了黎巴嫩,这导致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分歧和对彼此的不容忍。 我们是否能够度过这一难关,是否能够找到平衡的方法,是否能够恢复宽容? 这是我的思考,因为我认为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。 就我所见,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问题,它似乎不太奏效,倾向于成为一种威权主义宗教,就像其他一些宗教,基督教也是一种威权主义宗教,对吧? 犹太教也是一种威权主义宗教,世界上的大多数宗教似乎都有这种趋势,即我们拥有答案,你必须服从我们的指示。 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制造分歧,对吧? 所有的宗教,伊斯兰教也不例外,他也说你必须服从古兰经的教导。 极端的基督徒会说你必须遵守圣经中的一切,犹太教的极端主义也是一样的。 我认为我们必须设法找到平衡,必须开始寻找我们宗教之间的共同之处,毫无疑问,这是唯一的出路,开始寻找我们之间的共同点,我们都可以达成一致的地方。 因为如果你看过古兰经,看过圣经,我看过很多旧约圣经的部分,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似乎都有一些共同点,不是吗? 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开始寻找的地方,如果这些分歧要得到解决。 我看到欧洲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,因为我看到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冲突,我看到人们开始反对伊斯兰教徒,我看到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。 虽然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,我希望相反的情况发生,但我看到它正在发生。 我在意大利看到,它在瑞典发生,我看到它在德国,尤其是柏林已经开始发生。 我也看到它在巴黎发生,因为我看到中东的战争可能会扩大到伊朗。 这是每个人都在讨论的事情,我很久以前就谈到了,我说这将是2024年的主要事件之一。 你看到我昨天上传的一些小视频片段,我认为如果欧洲参与其中,事情会如何发展? 我的想法是,这里可能会出现对伊斯兰教的严格控制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英国曾对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进行拘禁,他们被送到马恩岛并分开关押。 我认为在未来的一年里,可能会对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进行严格控制,因为我看到情况正在升级,如果升级发生。 不幸的是,我认为可能会出现对伊斯兰教法等问题的严格控制。 让我们再次思考,我们如何解决这个新的分歧,我已经看到它正在发生。 但我看到它正在升级,唯一的方法是首先找到共同点。 但我认为,从实际角度看,我们必须将宗教与国家分开。 这是一个古老的观念,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。 但我们再次让它渗入,我们过于听从宗教的抱怨,或者说因为我的宗教原因,这是违法的。 或者教育必须改变,因为我的宗教原因。 我们必须将这种事情排除在外。 我们需要把政治观念从教育中剔除。 例如,我们需要回归到教育的基本原则。 当进行教育时,它应该是关于教育,教育的本质是什么,关于学习事实和类似的东西。 它还涉及到塑造个性,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个体。 而不是让一群古怪的人介入并把他们奇怪的观念强加给孩子们。 类似的,这些极端思想也存在于宗教中,对吧? 宗教中几乎什么都能找到,你几乎可以用所有的宗教来证明任何事情。 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,那么共同点是什么? 我们可以从中提取的好东西是什么呢? 首先,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声称只有一个上帝。 他们似乎都说只有我的上帝,但实际上他们都谈论的是一个上帝,所以如果只有一个上帝,那不就是对所有宗教都一样的上帝吗? 伊斯兰教中的上帝与基督教中的上帝,犹太教中的上帝,印度教中的上帝是相同的。 尽管他们在佛教中被称为nana,在索罗亚斯德教中被称为其他名字,但在所有宗教中都存在一个上帝的概念,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。 所以我们肯定要从这里开始,至于分歧,让我们把书本中的一切都放到一边。 回到我们所知的真理,只有一个上帝,那么我们肯定要把它看作是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一种方式。 而且所有宗教都谈论爱的重要性,这也可以成为我们所有道德准则的基础,人们忘记了。 例如在伊斯兰教中,有耶稣,还有玛丽,还有亚伯拉罕,这些分歧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,然而我们却创造了如此巨大的隔阂,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寻找共同点。 我们需要看到一个无所不在的,包容一切的上帝,他并不是天上的男人,他是在一切背后的存在,这是一个想法,不是吗? 这可能把我们团结起来,而且所有人都是同样有价值的,我认为这是另一个方面,融合多样性中的统一,我们都是一样的,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类种族,不管我们有多不同,这是很棒的,但从根本上来说,我们都是相同的, 都有同一个上帝,我们都是相同的,所以这一切是普遍的,他可以很容易地解决,但当可怕的事情发生时,比如在中东发生的可怕事情,他会在许多人中引发愤怒,我认为他会在双方都引发愤怒,所以我在2024年的欧洲看到,有许多。 我说过,我感到,你知道的,我很快就会看到,飞机劫持会成为一种现象,我也谈到了街上的枪支,今天在美国的缅因州,又发生了另一个古怪的人枪击事件,事情是,所有这些都会出现,你还记得那群人在911之后,开始发射碳居病吗? 这与奥萨玛,本拉登无关,这是另一群人开始寄送碳居病,所以你将看到所有模仿者的出现,你看到了所有那些疯狂的人们出来了,我认为我们将在未来看到更多的这种分歧,所以我想我会以这种方式开始谈话,现在我会回答一些你的问题,看看你有什么要问的,你可以问任何你想问的事情,比如你说的那个碳居事件是否是一面假旗,你认为呢? 可能是,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虚假信息,你知道的,比如普京,他是真的去了朝鲜,还是派了他的替身,他已经生病了,这是一些人一直在问的问题,对不起,他们的反应很快,我尽量在他们出现时点击他们,爱就是答案,对吧?你知道的。 已经有人这么说了,现在问题是什么?你可以应用到几乎每个你想问的问题,关于乌克兰战争,我已经有一些想法了,因为现在在某种程度上,这已经成为了被遗忘的战争。 因为我们的媒体受到了中东发生的事情的支配,而且我认为,俄罗斯已经鼓励了中东发生的事情,这是为了让人们不再关注乌克兰问题。 我知道,我会稍微慢一点,因为我想要进入我的引导,并看看我能感知到什么。当我回答你的问题时,当然,我已经有一些想法,我认为,我们将开始看到,我在这里看到一些被破坏的船只,所以我认为,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俄罗斯船只,很快被破坏。 我也看到潜水员之类的东西,这给我一种感觉,即即将发生的事情,将是大规模的破坏。 我在未来几周内,看到了一些破坏,我认为,我们将看到一些大规模的破坏,这是我目前的全部感知,对不起,我一段时间前感冒了,所以我还在咳嗽,但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情况,好的,哦,是的,我已经多次提到了这一点,所以,这是我所看到的。 这将是将要发生的主要事情之一,我认为,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想要干预并阻止的原因,因为我感觉,他们已经被告知,以色列已经表示,如果他们从黎巴嫩进攻,我们将采取强烈的行动,我们将动用我们的空军,我感觉这将会发生,现在我还没有看到,但我记得,你知道,我记得几年前,有人写了一篇关于诺斯特拉达姆斯的解释,艾瑞克,科特姆不是吗? 他说美国舰队将在地中海沉没,也许那是一段时间以前的事情,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一点,所以我不知道,我只能根据我看到的来判断,所以我还没有看到那个情况。 我认为,美国人会尽量保持中立,但最终可能会被卷入,让我们看看情况会如何发展。 还有一件事,我知道我会做预测,但我必须提醒大家,我们看到的,和其他在这里发布他们的想法的预言家们一样,我们看到的是当前的轨迹。 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,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独立的未来,以及世界的自由意志来改变未来。 他们部分受到因果业力的控制,因此世界的因果业力必须展开,但他们也受到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控制,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集体的自由意志来改变事物。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望地受命运支配,我在最近的一个节目中谈到过这个问题。 此外,我已经做了一些关于英国的预测,我将尝试再挑出一些东西,因为当我这样做时,我会努力进入状态,当你们都在关注我的时候,这会推动我的向导,给我更多信息。 所以,这样做有点冒险,让我们看看我能看到什么。 我感觉在英国,经济状况可能会恶化,它甚至可能在下次选举之前下台。 这将是非常不寻常的情况,目前英国选举局面非常胶着,我认为英国选举会非常胶着,目前可能两边势均力敌,这取决于保守党内部会发生什么。 因为我,看到他们分崩离析,他们似乎无法团结起来,为选举做好准备,我认为苏格兰可能会支持工党。 这是一些东西,刚刚显示给我看的。 我之前提到过,我看到伦敦会发生洪水,你记得我之前提到过,纽约会被淹没。 有一段时间后它真的发生了,尽管大家都觉得我疯了,但确实发生了。 但我现在看到,伦敦也会发生洪水,规模会很大,这可能会在今年冬天发生。 如果我所看到的情况属实,那就不会是2024年了,应该会很快,我们拭目以待。 我被告知不,它会在2024年初发生,因为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事情,对吗? 毕竟有防洪设施,所以本不应该发生,但这就是我看到的,为什么会发生,谁知道。 考虑到当前的气候状况,你知道,虽然有防洪设施,但这还是可能发生。 这就是我所感觉到的。 另外,今天早上醒来时,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了一次巨大的地震。 我觉得,这场地震发生在美国,我之前看到了一些关于通话的东西,我觉得会有一些大事发生。 我不认为这是加利福尼亚的那种巨大地震,但我有一种感觉,这将是相当高的震级。 现在我的摄像头出了问题,是不是灵界在阻止我,摄像头又恢复了,所以考虑到这一切。 我认为,这不会是黄石火山,因为如果是黄石火山,那将是世界末日的情况,但那种事情要在几十万年后才会发生。 但我有一种感觉,在2024年会发生一次相当大的地震,可能会影响到墨西哥,因为我感觉我看到了墨西哥,我看到了那个断层线,所以这不会是毁灭性的地震。 也不会到那个程度,但我感觉那个时期会有一次相当大的地震,所以我就到这里吧,因为我的摄像头出了问题,还有手机的问题,所以这就是我的看法。 我认为我们会经历这样的事情,很遗憾我被打断了,因为我想再多说一点。 实际上,2024年会有很多地球活动,全球各地都会发生很多事情,尽管这些事情与气候变化无关,因为它们是独立的,与气候变化无关。 这是地球本身在震动,也许地球有时会对我们自己的愚蠢做出反应,你知道,战争和其他事情,大地母亲在说,别如此愚蠢。 但我认为,我们最终会摆脱这一切,你知道,我认为,我们最终会克服所有这些问题,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,我之前也说过,我们将开始看到一种觉醒,有时需要很多沉重的事情,才能让人们重新思考和醒悟,你知道,这需要很多沉重的事情,一旦这些事情发生,我们可以从中产生好处。 人类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,我们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,我们已经多次走到了悬崖边,但不知何故,我们似乎一直在前进,我们已经在这里足够长的时间,让意识能够通过。 人类体进行引导,所以我认为,很久以后,我们还会在这里,所以我们不会走到世界的尽头,但我感觉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会重新审视事物,我们会开始以一种新的觉醒形式看待事物,我们会变得更加觉醒,整个人类。 当他们完全觉醒后,会是什么样子呢?当你看待那些曾在这个世界上的伟大老师,当你看待那些曾在地球上行走过的伟大大师时,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的榜样吗? 这难道不是展示人类潜力的例子吗? 我认为,每个人都拥有令人惊人的超能力,你知道,我们在心灵感应等方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只是一粒沙,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,但我认为在更长期的未来,心灵感应之类的能力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,像理解时间的本质和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,这样的能力将以不同的方式被看待。 我们将以不同的方式生活,摆脱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时间的正常限制。 我们将拥有无意会令我们今天感到不可思议的能力,这就是前方的未来,但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实现,创造这个身体需要进化。 这也是我们的精神进化的一部分,不好意思,今天有很多打扰,我偶尔也会在我的Patreon频道上做与Craig一起喝咖啡的节目,如果你想参加的话。 还有我的网站上刚刚发布的新工作坊也是这种兴致的,你可以像与Craig一起喝咖啡一样向我提问,还可以向我的领导提问更个人的问题。 如果你对我在这个频道上做的事情感兴趣,请在网站上查看。 好了,很高兴见到大家,感谢你们的加入,很快再见,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